第1集 第2集 听到任牙击败凯亚后 泳之狼没当一回事 一旧气定生险 看着轻松泳之狼 史莱姆严肃地说 你应该很清楚 凯亚的实力可以给你PD 不过史莱姆的话 那泳之狼不需要回答 连理也信这鬼话 也罢 就让你见识什么叫做暴力吧 在史莱姆惊恐的神情中 泳之狼齐声拨打了电话 那是总理关底的电话 警察机动队蓄势待发 在不可知悉的眼神中 勇士兰孤身走了过去 明明他只是孤身一人 不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头怪物 甚至是天灾 30名武装机动队 每一位都是金装兰大汉 但在勇士兰的面前 就像不会走的婴儿 最后只能无奈撤退 机动队召集警笛的同时 勇士兰悠闲的臭烟 在现场超过百位警笛后 他终于打算出手了 如同风华野兽的途径 100位警员组成的人墙 却被勇士兰一位往后推 他的力量比百人都强 机动队员这才知晓 他们面对的是怪物 但已经来不及了 勇士兰突破了重围 来到关底的最后防线 直接上的保镖也被眨眼线击倒 没有人可以阻止勇士兰 他们没有能力 也没有这个资格 最终勇士兰到了总理面前 面对金孔总理 勇士兰握着他的头锁脚 总理你的警辈不行啊 讲完这段后 勇士兰别从窗户离开了 只留下金孔总理 当史莱姆告诉江珠这件事实 江珠不断的战扬勇士兰 史莱姆很是纳闷 为何这个女人会如此开心 江珠会史莱姆解惑 对勇士兰来说就像游戏一样 政府应该害怕的是 紧密他的暴力 就对抗国家的事实 虽然有心灵准备 但在听到这个事实后 史莱姆流出了冷汗 江珠其他也说 勇士兰正回应认牙了 真不会是地上最强 勇士兰是最强的雄性 身为女人我会全力支持他 这样的亲子间没有关系 史莱姆这下忍不住了 这些年来 勇士兰的行为 史莱姆都看在眼里 难免会有种长辈的关怀 即便勇士兰是他无力干涉 但身为母亲的江珠 总会如此的期待 他难道不知道 依照勇士兰个性的话 勇士兰会死的 父子间的关系有多复杂 就像勇士兰与勇亚 是对手 是敌人 是父子 勇亚找到父亲的朋友 日本刀高手黑川 在勇亚坚持下 黑川决定对勇亚出刀 勇亚带着觉悟闭眼 刀砍中身体的一瞬间 他便会睁眼反击 刀声一响 在砍中的上楼间 勇亚已消失在眼前 他以虚拟的回旋梯 击倒了黑川 这次的磨练也完成了 不过对勇亚来说 这还只是个开始 他还找了其多的对手 有飞燕之拳的格斗家 有知名的拳击高手 也有死西洋剑的剑士 这些格斗者都化为勇亚的经验 让勇亚变得更加强大 另一方面 强盗不用断裂的勇亚 他也回应着勇亚 他找了自己的朋友金本 在能射杀迷怒的强攻面前 勇亚的张开双臂 金本突厌口水后 放手射出了剑 这时勇亚的瞬间行动 一件超人的反应力 先行握住了弓箭 即便勇亚与勇亚不承认 但他们这对父子 就像互相误应般 为蓝眼的对决而做着相同的磨练 父子间的关系有多纯粹 只要有默契那就已经足够了 距离决斗只剩一周 勇亚的遥望景色 他充满力与美的肉体 掌握在江珠的面前 江珠痴迷的看着勇亚 没一拳没一脚没事 如同骨膝带完美的雕塑 却又有惊心动魄的力量 危险又令人痴迷 在勇亚大鳄后 他全身的汗滴 如同光芒一样照射 被剑到脸颊的江珠 眼神反而更加痴迷了 不过当他想亲近勇亚时 勇亚却一把推开了他 江珠 你好像搞错了吧 勇亚冷漠的语气 让江珠心惊胆跳 要沉迷欲望那是你的事 但如果勇亚没让我满意的话 那你不过是个终点档妇 这些话刺痛了江珠 他付出了一切 吃害这名男人 结果对他而言 自己只是培养耳食的工具吗 江珠被勇亚赶出房间 衣衫不整 失神落魄的江珠 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勇亚担忧自己的母亲 江珠抱住了勇亚 他对勇亚哭诉表现 就像为思念的女人 母亲如此的悲伤 想要安慰了勇亚 还来不起张口 就被江珠崩横暴咒 都怪你 都怪你太弱了 看着哭泣悲伤的母亲 勇亚没有抵抗也没受伤 但她的内心却沉痛不已 只能任由母亲那 被爱的拳头击打 这时利古先生看不下去 想要劝阻江珠的行为 勇亚对江珠说了 我知道你很爱勇次亚 比谁都爱 比我还 因为我的弱小让你悲伤 如果达到永畅的话 你能爱我吗 只要十分之一就够了 勇亚真挚的祈求 在江珠的内心掀起泊烂 不过即便如此 她多年的爱恋 并非容易放下的 最终她抗拒了勇亚 她咬了勇亚一口 离开了现场 直到现在这一刻 江珠仍就无法接受 她内心的矛盾 过了一尾后 勇亚到街道散心 五光十色的灯火 纷扰了喧哗人群 衬托她的怒目和忧郁 即便小混混殴打她 她也没有任何反应 不是因为这些小混混 无法对她造成伤害 而是现在的她 已经无法思考了 这时候花山出现了 她豪气的喝啤酒 不过手掌随便一压 就将一名小混混给压扁 吓得其他小混混 赶紧尖叫立刻逃跑 勇亚这时候才发现 这名高大的人影 是先前的好对手 花山逊 花山没有说话 她扶着勇亚的手 沉默的勇亚说出一句 那是我妈咬的 听到后的花山 拍了拍勇亚的肩膀 男人间不屈多余 只需要陪伴载车 一碗蓝剑的美丽星空 让勇亚想起自己的母亲 最后她们来到了勇亚家 在花山的推荐下 勇亚尝试喝酒 这是她第一次喝酒 也是第一次被哭到 与花山度过的时光 竟是如此的快乐 在喝完一杯酒后 花山问出了那个问题 被谁咬的 强颜欢笑的勇亚 说了自己与母亲的事 听到这一切后的花山 虽然露出了刺激的表情 但在喝了一杯酒后 她反倒感慨地说 真羡慕理 她的这句话 让勇亚暴冲 只见花山的眼神 有不明的哀愁 她平静地告诉勇亚 她母亲去世的消息 不过这时候 花山突然做了鬼脸 她35岁 却瘦成这样 花山用平静的态度说着 说她90岁都有可能 连抱也不能抱 就算想被咬 但牙齿也掉光了 花山坦然的心态 让勇亚的心平静下来 人的一生中只要一位好友就够了 一位能够互相理解好友 没有任何的话语 就这样直到天亮 不过这时候勇亚 表情截然不同 那是绝不后退的眼神 花山鼓励了勇亚 一定认为赢不了 但你还有机会的 谢谢你我的朋友 父子对决当天 时间7点35分 江苏一夜没睡 她对勇亚亲子间的爱 以及对泳池场的刺爱 正在她的内心不断拉扯 她对立古的话语 更是对内心的拷问 那孩子就要对上勇次郎了 恐怕瞬间就被打倒了吧 勇次郎比野兽更可怕 就算是我亲生的孩子 也绝对打不过勇次郎的 时间12点08分 任牙在史莱姆带领下 来到了某某军事基地 这将是决斗的场地 这里没有人会犯碍 任牙打算开始热身 直到决斗那一刻 这让史莱姆感到惊讶 延续12小时的热身 果然不愧为犯马血脉 这时候热身的对手 也被友情召唤前来 北则带来一堆不良少年 想要任牙软软身体 不过这样等级的对手 对任牙而言太简单了 随后优力跟花山也到了 神经的强敌优力 造于被任牙超出太多 接着花山与任牙交手 起初还有声有色 但后来花山却被一拳逼退 这让花山明白 任牙现在的程度 已经不是他能追上的 于是当他和优力联手 不断攻击任牙 可惜结果最后还是一样 气转继续的他们 还是被任牙打倒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曾与任牙打过的家户 以及任牙的熟人们 此刻全都到了现场 他们来此的原因 全都为了给任牙加油 时间来到了夜晚 众人看着没有休息 还在热身的任牙 只能惊叹他的耐力 倒数十分钟的时候 任牙热身完毕 他脱下衣服解开不重 他的身体已是最佳 这时直升机也到了 在洛丽的通神 一道生意走得下来 他俯首称臣的模样 就要再迎接王者 凯亚早已没有当初的威风 他的身上不及权势伤口 就连心里的骄傲与权势伤口 史莱姆这才知道 是他害了凯亚 因为他批提永车海的言论 才让永车海跑去找凯亚 任牙的内心充满愤怒 继花山夜茶园之后 永车海又对凯亚下手了 老爸这个混蛋 到底他想夺走我什么 这时永车海走得下来 他站在那里 就有一股可怕的气势 而任牙的母亲江珠 就在永车海的身旁 即将打算石斗父子 母亲选择的父亲 他的孩子任牙 只是给父亲的祭品吗 在七美幼岸月色里 任牙下定了决心 他大吼一声 又最快的速度 冲向自己的父亲 不过就在这时候 突然发生了地震 剧烈的幻动 令人无法站稳 但永车海却不动如山 在重能惊讶的目光中 永车海一拳急向地面 这一拳下去以后 地震同时停止了 永车海停住了地震 这不可能 不过如果是永车海的话 就算这天方夜台的梦话 他们又选择相信 就因为他是犯马的永车 但最令人恐惧的 还是永车海最强的致富 任牙稳住了身体 他再度攻向永车 永车海没有闪避 任牙拳打脚踢 完全伤害不了他 任牙从背后 勒住永车海的脖子 此刻在江桌的眼里 他们父子俩的模样 就像背孩子的父亲 他挪心质问 他到底在希望什么 他的胜利 还是他的胜利呢 永车海总算笑了 他将任牙甩掉 但任牙借力死力 凭角力回转身体 再度向永车海攻击 但无论任牙如何敲打 却始终不能撼动永车海 突然之间 永车海欣喜若狂 他向众人诉说 他现在很幸福 曾经那个小鬼头 也能这样攻击了 速度 力量 节奏 都有近代一流水准 是你们把他养大的 永车海的话 让众人胆寒 到底是怎样的心态 才衍生这可怕的想法 永车海走向江猪 他说 江猪 今晚就吃掉李 看到永车海那高兴的神情 江猪的内心感到喜悦 但那浅察的母爱 又让他极度悲伤 种种解不开的情绪 在他矛盾的内心化开 他只能又哭又笑 表情如心里的纠葛 对着任牙大吼 让你父亲高兴吧 听到母亲的话后 任牙心里是悲伤 是喜悦 绝对没人知道 但一定是无法延免情绪吧 母亲的话 对任牙来说 是强大的催化剂 他全身轻轻浮现 肌肉也开始鼓起 任牙对永车海一阵猛攻 不过他的插眼指 还没命中的时候 就被永车海脚踢中 踢及命中任牙的头部 短短0.2秒之间 任牙丧失了一事 在这短短期间 永车海可以杀死任牙两次 等任牙恢复过来后 永车海张开双臂 游戏该结束了 永车海急出手刀 在急中的瞬间 任牙用前翻闪过手刀 并趁势使出回旋踢 但在急中踢中之际 狂笑的永车海 也使出了相同的招式 以回旋踢反击回旋踢 永车海攻击 再度命中任牙的头部 无法承受的任牙 再也爬不起来 整颗头都被打入土里 在众人晚些心情里 也感态着结束了 但他们都没有想到 永车海再度攻击任牙 面对三合类类 已然倒地的儿子 永车海还打算继续吗 他打算杀了任牙吗 一拳又一拳击受任牙的头部 光纳想念碰撞身 就能知晓力道的大小 父亲毁灭儿子的景象 让江珠悲哀自言自语 放满永车海便是这样 决斗开始就不会轻牢 众人没有理由 也没办法阻止 他们只能看着任牙 命上于永车海的拳头下 但在这个时候 看着儿子的脸庞 江珠的矛盾不存在 那是被击到扁平 失去生机的脸 也是绝望悲伤的脸 就好像在对他呼救一样 是啊 打从一开始他就该这么做了 永次郎玩作为的对手 在众人震惊的神情中 江珠攻击了永次郎 他的这一集 让他的手腕骨折 众人都很清楚 江珠现在做出的行为 就代表了与永次郎的决斗 他会死的 面对江珠突然的举动 永次郎做出了回应 你放弃做女人 改做母亲了吗 江珠没有回答永次郎 他向永次郎吐口水 早已下定决心的他 将为了儿子战斗 但一技震恶的攻击 就让他停止了动作 这早已不是格斗 而是无情的剥夺 即便是这样 江珠却没有倒下 他嘲讽永次郎 一点挑战性都没有 他的这句话 让永次郎露出空洞的神情 这次前所未有之事 被一件弱女子说他很弱 永次郎看着江珠 没有再出手攻击 江珠望着永次郎 就向爱人的神情 他向永次郎的身体 咬下那最后一口 没有受到过伤害 坚不可摧的肉体 但今晚受伤了 年代冲击的还有 永次郎的内心 他抱住江珠 以自己的做法 唯一这份坚韧的爱 此刻两人的模样 就向爱人帮拥抱 真是个好女人 在无数的惊恐与喊叫里 永次郎给出了那几 蓝腰垂抱了一几 脊椎断裂 声音响起 但江珠还没失去生命 他用尽全身之力 锁住永次郎的头部 于是永次郎又补了一几 在永次郎放手后 江珠与任牙的身体 叠在一起 母亲贯彻了意志 以自身保护了儿子 永次郎再也没有动作 只是默默的蹲下 以空洞瓣瓦的眼神 看着依偎的拇指 他的人生只有格斗 但今天的这一幕 却颠覆了他的认知 更让不理解的爱 在他的肉体与心理 打开了一个缺口 其他人却永次郎自首 不过得到的却是 永次郎的铁血 狂笑永次郎 像是在宣宪情绪 对众人无差别的攻击 决斗终于结束了 这场期待已久的决斗 并没有让永上的喜悦 只有那不明依依的感情 在他的内心不断发酵 在所有人倒地的情况下 只有江珠爬了起来 他抱起昏迷的韧牙 以自己谨慎的生命 唱着那动容的歌曲 就像那神摇篮曲一样